上主说 我要照顾我的羊群 愿意牧人牧放他们 我是上主 要做他们的天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今天我们在教会纪念圣家路 鲍戎茂主教 他1538年 在今天的意大利出生 46岁就过世了 他非常聪明 他是法律博士 也被当时的教宗毕约第四世 他的舅舅着身为书记 听起来都是因为有关系 他加入暴龙茂范当书记 不过圣人以他的每天的行为证明他有资格 当书记 他非常认真地管理他的教区 米兰教会的事情 给其他的主教 给神父们教友好的伴娘 好慕人的伴娘 我们也求他今天为我们的教会传到天主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的举行圣道礼 基督你 基督你封密来拯救忏悔的人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庄大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愿圣人的天主 催念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求你在你的子民中保持着圣加入主教所具有的精神 使教会不断地更新日益符合福音的典范 把基督的真容与精神显示给世人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大恨你去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路中途至罗马人书 帝兄们 我要再问 莫非天主摒弃了他的子民吗 绝对没有 我也是以色列人 是亚巴郎的后裔 属于本亚民之派 天主并没有摒弃他所预选的子民 难道你们不知道圣经论到厄里亚说了什么 他怎样向天主抱怨以色列人 那么我再问 他们失足以后就永远跌倒了吗 绝对不是 反而因为他们的过犯 使救恩临到外邦人 为了刺激他们发愤 如果因他们的过犯使世界富足 他们的堕落使外邦人富足 何况他们全体都归正呢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对这奥秘义无所知 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一部分以色列人执迷不悟 直到外邦人全数进入天国为止 那时全以色列人都要得救 正如经上所在 拯救者必从西庸出来 消除雅各族的不尽之罪 这是我和他们所立的盟约 那时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 就福音来说 他们因你们的缘故 成了天主的仇人 但按招选来说 由于祖先的缘故 他们仍是天主所喜爱的 因为天主对他的恩赐和招选 是绝不会反悔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不会遗弃他的百姓 上主不会遗弃他的百姓 上主领受你的教诲 接受你法律讯导的真有福气 你使他在患难中获享安宁 上主不会遗弃他的百姓 因为上主不会忘记他的百姓 不会遗弃他的民众 因为裁判必将依照公理 证人君子必维护正义 上主不会遗弃他的百姓 若不是上主辅助了我 我早已归于史籍之所 我只需说 我要失足跌倒 上主你就大发慈悲 做我的依靠 上主不会遗弃他的百姓 主说你们要背起我的恶跟我学习 因为我是良善心签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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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有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一位法利赛人首领的家中吃饭 众人都留心观察他 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 真做首领 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 你被人请去赴忽年的时候 不要坐在首领上 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 也被请来 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 要来对你说 请把座位让给这一位 那时你就要含羞地去坐末位了 你被请时应该先坐末位 等那请你的主人走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吧 那时你在同喜的众人面前才有光彩 因为防自高自大的 必备贬义 防自谦自卑的必备高举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耶稣讲的比喻 让我想起我以前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我们外籍的圣言会的传教士到台湾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学中文 那我们都会到佛人大学的园中心 大概两年的时间上课学中文 所以 22年前我就这样开始在园中心学国语 然后应该是 第一个圣诞节 在台湾的第一个圣诞节 里面中心也安排圣诞节的 排队 还有我的庆祝 然后有表演还有吃的等等 后来大家都当然喜欢拍照 那时候好像还是不用手机很小 所以大家还是用数位相机拍照 喜欢跟同学一起拍照 然后有一个同学他跑过来找我 我以为他要跟我拍照 结果他的意思是我要帮忙他 他跟别人要拍照 我就要帮忙拍照 所以有点失望 好像没有人想要跟我拍照 有点失望 也不算是大的问题 不过这个感觉就是很羞的要离开 其实今天耶稣讲的问题 不是为了避免有尴尬的感觉 我们真的要学习谦虚的态度 是为了我们的灵修 为了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做谦虚的人 天主也会祝福我们 因为天主就喜欢谦虚的人 那做谦虚的人 那做谦虚的人 主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弱点 我们自己所方的罪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希望我们也会学习 勇敢地面对自己 承认我们自己不好的地方 然后求天主帮助我们 质疑我们的伤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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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您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建议你的执意为主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于你 我们建议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会光荣你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侍奉你 主请你的宠爱 沐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及一切恩人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奉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尸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清注于我们及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小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干力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你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向同受主义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驳来灵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羞恶 阿们 愿圣交路报荣帽 今天为我们传达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圣灵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 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主使我永远离山野 圣国朋友与生命 我一生所心里沉重 恳求主与我同行 请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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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所心里沉重 恳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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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敬主 请敬主 请敬主